哈喽,大家好,我是罗米法语,今天我们要说到关于一个法国的东代艺术家,准备好了吗? 知名艺术家叫Pierre Soulages,听说了没有? Pierre Soulages是艺术界的黑色大言人,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东代艺术家。 真的很厉害,不是吗?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他的画屏唱的怎么样? 看到这样的作品,我们就会知道是属于那个就像表现主义的艺术。 是Pierre Soulages的庄组里,黑并不只是单纯的武裁,是黑。 透过各类的艺术创作常识。 全叫除黑的多样面貌,它创造出的黑不见有几少名利。 功能从重头出广,因此有评论家说Pierre Soulages,将黑时从黑暗中解放出来。 小时候,Pierre Soulages对大人表示 我写着的墙并不光的泥色。 里面是黑暗中的黑暗中的黑暗中, 也变成了更激热, 那是黑暗中的黑暗中的黑暗中。 真的很有趣 不是吗 Soulash画屏的主要点就是空 为什么呢 就是你们一看到这个这些画屏 就是能看出来就是有一个部分是有空的 然后一个部分是有黑色或者白色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觉得有时候可能有点像就是中国的一些画屏 其实就像的艺术就是表达自己的情绪 然后就是有自己的空间 就是自己有表达的方式 那你们觉得如何呢 你们对左相艺术有兴趣吗 还是你们不懂为什么它是这样做的 其实做这样的艺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容易 因为本来艺术就是一个研究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 小字箭